-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為大家看新聞 在香港東網見到的,它就說非專營巴士公司懷疑是鋪路請外勞調低月薪去招聘香港本地司機 這個新聞套路我相信澳門的朋友很多都已經熟口熟臉知道在玩什麼了 我們看新聞怎麼說,新聞講到現在香港開始引入外勞 輸入外勞人工不可以低於相關職位的人工中位數 不過這個計劃未接受申請,而記者發現有公司懷疑是鋪路 申請外勞已經軌鼠開始減薪工了 在社交平台有一個司機招聘群組的鐵文見到 當局未公佈特別計劃之前,本地巴士集團以每個月月新 可以去到2.5萬港元去招聘司機,但宣佈推行特別計劃之後 這個人工即時大跌跌到2萬港元,足足減少了5千港元 提到香港多個行業出現勞工短缺,香港政府在6月13日 緊急推行一個行業輸入勞工計劃,是批准輸入最多2萬名外勞當中 包括小巴和客車司機一共有1千7百個名額,就在7月份開始接受申請 但是他們就在減薪工先了,而且我們看回他們的工作內容 另外一個招聘香港和中港司機的社交平台群組又見到 他說這些巴士公司在6月12日就發文招聘司機 他說工作內容就要求司機在深圳灣接送政府人員 由晚上8點工作到翌日8點,或者晚上10點到翌日10點 一間就12個小時,人工2.5萬港元,每個禮拜都會有1日放假例假 和勞工假就有大假了,怎知隔幾日,隔了大約10日再鋪文 人工就減了5千元,剩下2萬元,但是工作內容是一樣的 有網民就講到,說2萬元還要拿你通宵假,真是叫你家全家去加 甚至有網民在講,說人工遲下可能剩下15000元 如果你說以澳門的情況來做對比,其實都相當準確的 因為澳門我們這邊的人工,如果你說請勞工的話 有些人工的確是貼近我們澳門人,有機會做到同工同床 或者是便宜少少的,但是有部分的工作,它很有趣的 它是可以貼住最低工資多少少來聘請人的,你明不明白意思 澳門的最低工資很多年都沒什麼升到的 去到現在,我們一個月最低工資就是6656元,就是我們經常講的6656元 那如果這段時間有來過澳門的人都應該知道 其實澳門的物價跟香港差不多幾多 甚至有部分的東西是會比香港更加之貴 但是質素未必好好,但是我們的最低工資就是這樣的數價 那如果是按照剛才所講的澳門那個狀況就是會貼近最低工資這樣飛 有部分的工種,那會不會它這個鬼鼠降價就是計算這條數呢? 因為大家都有眼看啦,如果是可以用一個很便的價格請到一些勞工做的話 即是等於我省到的錢就即是我賺到的錢 你想下我現在一個司機我就省到五千元,十個司機我一個月就省到五萬元的咯 一年下來我省到成六十萬,這六十萬自己代了它很開心咯公司 那會不會就是這些因素令到他們做出一個鬼鼠降價的行為呢? 那這個不知道啊,上面都是按照澳門的情況做出一個猜測的咯 那大家怎麼看他們這個降價的動作呢? 會不會這個降價的動作會蔓延到其他的行業令到香港總體的人工是會下跌呢? 而且現在第一波就有兩萬人的額啦 那之後應該都會陸陸續續再放多些額出來的啦 那到底那個影響會有幾大呢? 那就要之後拭目以待啦 好啦,那今集呢,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那大家有啥想說呢? 下邊劉過言啦,那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